瑞银下调美国六大科技公司评级从增持到中性 小摩提示美股回调的风险持续增加 并且抛售潮刚刚开始 其实有的人说这两个机构是可以出朋友的 因为他们属于友方或者他们知道说真话 那么我们来回看一下整个今天的中国股市 其实今天中国股市的成交额跌破了8000亿 而且整体你看似是股票上涨的多 贷涨的少 但是你会发现资金在持续的流出 今天涨的最好的其实是中国香港 中国的恒生指数涨幅接近于2% 恒生科技涨幅了3点多 这种情况下 还有就是今天大家总和的这种饮品的插牌套也上市 但是你会发现它上市的第一天 直接跌幅接近于30% 收盘于12块钱左右 你就会知道 现在整体扶持着整个香港这一次上涨 还是围绕着科技板块 然后我们也看到美国最近马上这些科技公司 比如说什么微软苹果或者特斯拉 也就是说今天特斯拉马上要发布它的这种季报 现在我们国内的股市 基本上已经有了不到700家发布的这种季报 整个盈利的增值的其实是有400多家 亏损的有200多家 盈利超过100%的大约有100家左右 但是我们会发现整体市场上 其实是相对于来说 还是比较复苏的艰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像整个的瑞银的这一个延报似的 其实呢这延报的首席策略家呢 是美股的专家 然后呢 他主要研究的是这种标普500 其中呢 他提到了相对来说 对于美国的六大科技公司 他维持了一个中性评级降级 因为整体的这些科技公司 无论是从他们未来的营收 或者承载着周期性的压力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去年的话 美股的七姐妹 整体增长的市值 并且带动整个股市上涨 现在你会发现 已经完全走到了两极分化 就是美股只有几大股票是上涨的 剩下400多家 这种标普500 450家股票 几乎可能综合起来 都是下跌的 也就是说 你看着纸面上的财富 是比较富贵 但是其实真实的事情 或者真实发展的 已经是不成样子了 然后我们也看到 今天的黄金市场 黄金市场呢 整体出现了两年以来 接近于最大的单人跌幅 其实这是个好事情 因为黄金避险的话 这种情绪已经开始逐渐的释放 大家已经不去在乎 所谓的S3 或者不去在乎 整个的中东方便炮 已经逐渐的会把资金 回溜到正规的市场 那么明后天 中国股市是否会上涨 我们也拭目以待 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个的大通商品交易 比如说伦敦市场的这种 新啊 铝啊 或者西啊 都出现了大幅度的跌幅 其实现在呢 整体市场处在了 一个回调状态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人币汇率 人币汇率呢 现在走的还是特别的稳定 在岸人币的话 基本上是维持在7.24 离岸人币呢 是7.26 我们也可以看到 隔壁的日本 日元的话 持续的在贬值 自从日本这一次加息以来 日元的贬值 已经接近于3%到4%之间 我们会发现 就是因为日元持续的贬值 然后带动了整个亚洲市场 所谓的这种货币贬值论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个今天的日韩市场 从开盘的高开 一路往下滴走 你就会发现 其实承载着他们的压力 也是很大的 然后日经指数呢 基本上就维持在了 37000多点 很多的时候啊 就是大家都不理解 说为什么日本 都出现加息的状态了 可是为什么日元 会疯狂的贬值呢 其实如果按道理来说 你一个国家去加息 就像美元似的 你抢美元指数 肯定会上涨 也就是说造成你整体市场上的日元回流 可是大家都已经对日本有一个预期 并且日本这一次呢 虽说他退出了这种什么常利率啊 VCC啊 他整体的只是从0%到0.1 他的加息幅度太小 而且他对未来的口径呢 放的特别的这种关闭 也就是说信息公开的特别少 大家对他不放心 这种情况下呢 很可能是一个诱惑 也就是说诱惑中国的资金进去 进去以后呢 他可能会这种挖个坑 然后埋住 其实这个是很风 有很大的风险的 为什么现在整体呢 国际市场上看到日元贬值 也不敢再去做 去继续的做空 或者是抢反弹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整体其实这一次日元的加息 其实很多的人都笃定 因为日本的债务特别多 尤其是他们的这种债务 已经超过GDP的200% 甚至接近300% 可是你要知道日元的话 他整体对外的资本 GNP的话 或者是海外投资净资产 他其实是特别高的 可以说是全球第一 而且呢 你也会发现 整体的在日本打工的人 现在开始 就是整个的抱怨越来越多 说挣的钱越来越少 但是从最近的数据 你会发现 整体去日本旅游的人数 开始越来越多 无论是中国或者其他国家 因为日元相对来说的贬值 对于一些中国的买家 可能是觉得买买买啊 或者会便宜一些 因为整体的利率 还有呢 就是对于日本的整体出口 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稳定 如果日元 他主动的选择去加息 其实是对我们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中国的产品 会占世界的份额 会越来越多 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整体在 Swift系统里的占比 也就是资金开始越来越多 这就像我们很多的时候 其实中国是第二 美国的债权国 我们有大约7700多亿 7800亿的美债 而日本的话 大约现在的话 有1.17万亿 但是你会知道 它整体美联储公布 它会有两个月的延迟 所以说日本的话 它未来是否还持续的增值美债 或者是继续的躺在 躺在餐桌上 给美国当雪包 这也说不准 但是呢 我们国内的资本呢 你现在可以看到 股市呢 相对来说 稳定在3000点 但是资金持续的流出 这个真的是一个 不是特别好的现象 因为你整个的资金不活跃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 你会发现 整体中国的 无论是从一年期债 两年期 五年期 十年期 甚至三十年期 买债的人越来越多 整个债券的收益 开始越来越下降 反观的话 你就会发现 美国的这种两年期的美债 都已经快接近于5% 甚至都突破了5% 在前几天 这种情况下 也意味着市场 其实对于美债的这种不看好 或者是疯狂的去抛 它只能不断的提高 它成底的美债收益 去吸引别人 可是呢 你要知道 美国现在34万亿的债务 它持续维持这么高位 你没办法有人去接盘 你可能去带崩一两个小地方 你带崩埃及 带崩阿根廷 其实你根本就吃都吃不饱 你只能说 你这顿饿了 你吃了个饼干 但是你要想吃饱一顿饭 它还是盯着 这整个的亚洲 其实亚洲的话 如果真的出现了 整体系统性的问题 因为亚洲的话 主要都是这种工业生产国 主要做外汇 或者是做出口的 其实对于它来说的话 它一直都想盯在这边 现在的话 就看谁先挺不住 可以说的话 日本已经躺住当雪豹了 韩国的话 可能它整体的半导体 其实如果被控制 或者是相对来说 一定的黑天鹅事件 对它的伤害也是很大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现在我们整体 促进国内的消费 加上什么 已旧换新大型设备 还有各种整体的政策 都在扶持 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体像北京的这种房地产 现在的话 离婚一年期 也可以买房了 然后也不受限制了 这种情况下 也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人 继续的去流入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的红系 会持续的像这种三四线 或者甚至五六线的人 去伸出这个手掌 去接纳他们 可是也意味着 我们未来开始逐渐的 这种四五线城市 越来越会衰退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然后今天我们时间观念的话 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